哈喽大家好我是帮大叔 欢迎来个本期的关键关键 换老师的祭司舞女 祭司杂技先知 这个位置救人杂技一个 祭司一个吧 祭司这应该是一个博命了 上来的话遇到杂技 其实抓个杂技也 还行吧 抓杂技焖掉一个博命 当然这套这种肯定抓先知是最香的 那你上来遇到了吗 我觉得这边杂技 因为看这套这种就都知道 九指头想想都知道的杂技是个博命了 那肯定没有双坛对吧 闲没了 但是这边的话平地刀 有没有机会 封技能火球往前跳进 但这边的板子是已经破掉了 所以杂技这个位置可能还是要吃到伤害 位置封住我321 补不上的话平地给你来一刀 你要给上 很不错 两边的一个对抗 可以看到就是非常顶尖的一个对抗了 谁都没有给到对方任何的机会 小天下的话这边下一个技能好 看看能不能封住打出伤害 打出伤害以后呢 这边狂响曲 摇音符减速 后续这刀应该不成问题 但是如果这一波没有能打正的话 这边再跳一颗球拉开距离 可能这个击倒就会比较慢了 这样的话待会看吧 毕竟少一个博命 所以说即便抓人慢了 我觉得求人者没有两个博命 也不一定盘得出死人开门战 两个博命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牵制 漂亮321 怎么开了 那也行吧 抽刀抽到了 当时不开这个狂响曲 感觉这刀挥上的话应该已经倒了 还行这些抽刀抽到 那也行吧 这边的话击倒时间是一分 我感觉已经牵制了很久了 为什么才一分半多一点 一分四十秒 那球者这边的话击怎么看一下 三台 祭司来救一波 祭司应该第一波最好是博命套吧 因为第一波不博命套 感觉人走不了 但是如果祭司的位置被看到我们看五女 五女是个双坛啊 这边五女应该是加速八一盒修机子了 总不可能五女来救啊 五女来救的话 吃一刀这边 开道看八一盒怎么放吧 因为这边马上有一根弦跟过来了 三二一弦已经放了 能救得下来吗 没能救掉 没能救掉 牵起来打气球刀 祭司把人捞下来 那五女这边被挂上 这个杂技我不要了 来 你救 我让你救 我看你怎么救 对不对 你没博命了呀 小伙子 来来来来来 你不是欢老师吗 你很厉害 来 救 等等等 无穷洞开 谈谈谈谈谈 博命 博命 博命是在最后一刻 可这博命还好 再换挂一个 也行 我再换一个 你谁来救 你先知来救 你试试看 这波的一个连环套式 直接把小提琴 其实我觉得本来小提琴也还好 不算特别烈吧 当时我以为啊 这边击倒的时候已经是两分钟了 结果一看时间 才一分半 一分半多一点 那还行吧 这边外面修 我觉得这个祭司可以卖掉 卖掉可能穷者还有的打 他们但凡再来救一波 我觉得这个局 就趋向于一个小提琴家 绑三针四了 因为这波救 祭司要过半 且这个先知 不一定救得下来 救得下来 这两个人也不一定走得了 外面的机子 差的有点多 还是阵容没有救人位 这边的话 先知 这个位置 有点难 不好说 因为他这边还可以 闲拉不到 还有无穷洞的 这个位置闲拉不到 还有无穷洞的 等 无穷洞弹 卡掉 可以 不得不说 先知这个 不得不说 先知这波躲技能躲得很好 躲技能躲得很好 杂技这边的话 一半的机子 才 无女 这里收了 八音 何来捕 杂技手里还有一手 薄命 但问题是 你半血杂技 怎么救得了人 半血杂技 半血无女 谁过来都救不了 只能拼一枪了 我觉得只能拼一枪了 杂技过来拼一枪 小林家还是强 再一个 我觉得 当时击倒杂技 肯定不算一个优势 如果说 穷者这边 祭司来救 卡半球下来的话 外面剩两台机 这个机子一定是好的 这边有无穷洞 无穷洞弹 弹 一刀 无女倒地 那我挂无女 直接挂无女 无女也是个二挂 杂技的机子 这边被眼干扰的机子 真的是修不动了 拉弦 拉不到 这根弦是拉不到的 先知站在二楼 依赴摇上机子好不了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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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局现在只能这样子 就先把这个无女卖了 你要救人嘛 就结束了 这个有机型的血 已经看得出来 就是已经进入 逐渐进入化境 没什么办法 就要那波的一个连环套 直接给套死了 感谢大家 拜拜